上周我的表弟小伟和妻子离婚了 小伟今年40岁 妻子大的2岁 因为小伟发现她的妻子在抖油微信上 和好几个男人同时热聊 接受不了妻子的这种行为 任他花心 所以提出了离婚 其实花心呢 是一个人的天性 但有些时候还真是跟年龄有点关系 就像有些女人 年轻时都是很自重的 可是到了40岁 就开始变新兴了 那么为什么40岁左右的女人 最容易花心呢 几位过来人告诉了我答案 第一 因为生活的平淡和寂寞 女人到了40 孩子都长大了在外读书 而老公一般也都失业比较稳定 因为工作的原因 可能很少回家 这时候 女人就会感到很寂寞 一个人待在家里 她就会想办法去排遣寂寞 利用微信和男人聊天 可是越排遣 越感寂寞 夫妻两人待一起的时间久了 日子越来越平淡 有时候真的感觉是那种毫无波澜 没有一丝涟漪的枯燥无味 人在枯燥的日子中待的时间久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厌倦倦怠 人的本性都是不甘寂寞的 从而内心开始变得躁动 想要打破眼前的现状 寻求点激情和刺激 新鲜感这个东西 它能成全一个人 也能毁掉一个人 就像许多婚外恋的人 并不是因为真的遇见了真爱 而是因为遇见了新鲜感 第二点原因 40岁的女人虚荣心很强 很需要男人的肯定 我的闺蜜曾跟我说过一句话 她说女人在外面被陌生男人搭讪的时候 她的内心是很欢喜的 因为女人到了40岁 会老了好多 她的自信心也会备受打击 夫妻在一起的时间久了 长时间被男人呼噜 这时候 她很想抓住青春的尾巴 来证明自己还是有魅力的 还是有男人追求的 并不会比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差多少 所以一旦被外面的男人褒奖 她会特别的享受 哪怕她不喜欢那个男人 但还是会很享受那个男人的夸赞 被别人夸赞 虚荣心被满足的那种感觉 通常都是我们最无法拒绝的 所以婚姻里夫妻之间一定要多多认可对方 肯定对方 越是在一起的时间久 越是不能轻视 生活需要仪式感 而女人更加需要浪漫 第三 四十岁的女人压力大 张爱玲说过 中年以后的女人时常会感到孤独 因为她一睁开眼睛 周围都是要依靠她的人 却没有人可以让她依靠 上有老 下有小 女人也一样 活得也很累 这个时候就特别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的怀抱 给她心安 给她安稳 给她踏实 而夫妻在一起的时间久了 男人忙于家庭 忙于生计 是很容易忽略女人的感受的 这个时候的女人心里最苦 一旦遇见一个能引起她共鸣的男人 她就会变得更加感性 很不理智 如果四十岁的女人还是单身 她更是深感到人生苦短 到了四十岁 已经年纪半百 倘若还没有恋爱和结婚 她会几螺蜜谷地为自己许觅恋爱对象 或结婚对象 以上三点 差不多就是四十岁女人花心的原因呢 其实呢 花心也是无关年纪的 不管一个人到了多大年龄 那都是身体的一项半能 区别就在于 有些人能够控制自己 而有些人控制不住自己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赞关注吧 谢谢大家